一個警員被控非法在客取囚 和沒有第三者保險 在明天提堂 警方在6月派人喬莊顧客 透過carousel應用程式 租私家車由長沙灣去到旺角 到大的時候 司機收取1000元的車資 私家車沒有客運營業證 警方徵詢法律意見之後 月初拘捕了這個29歲的司機 他本身是警員 涉嫌非法在客取囚 和沒有第三者保險 另外一個女人涉嫌負責招攬乘客 兩個人已經被落案起訴 明天在九龍城法院提堂 警方說絕對不容忍任何人員違法 定必嚴正處理